今年的CEO其实对于未来经济的看好是一个创纪录水平的76% 这个可能是反映了现在疫情已经过去最坏的情况 大家对未来前景的一个看好 那我相信有很多因素 包括这个疫情新常态怎么应对数字化的手段来对应对这些疫情的影响 包括我们讲的疫苗的开发推广 在很多国家已经看到成效加上政府对很多企业 还有市场的支持跟投放 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大家给了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 大家看到股票市场也反映了这个情况